十一節的感動時刻 今天小旅行的單元 繼續帶您在嘉義 探訪的是客家詩的魅力 中普客家詩古團 六個村的村民 齊心合力成立的 他們苦練客家傳統 每到了慶典 一定可以看到客家詩的身影 羅鼓聲震天作響 跟著節奏客家舞師登場了 嘉義唯一的客家詩團 中普客家詩古團 居民齊心合力 苦練很久 就是希望發揚客家傳統 結合戲劇 武術 舞蹈 還有音樂的客家詩 生動有趣 而舞弄詩頭的人 得要長時間扎馬步表演 可以經過一番訓練 另外單手舞弄客家詩 也是一門功夫 因為我們本身是單手操作 單手操作我們是一個梗 人們很梗 那我們這個是開口 可以發出奇特的真相 就是說在打弄當中 它會很威圓 會威武 客家詩跟敏龍師不同 客家詩的獅頭四四方包 嘴巴可以隨意開合 所以又叫做四方獅 而頭上的八卦則代表趨吉必凶 那老祖先找你的客家詩 是用那種木桶 種一種 都會將近二十幾公斤 也就是現在我們起座 就說比較輕 如果比較輕當中也變成烈 客家詩咬草席的四個角 象徵祈求四季平安 而武師也很靈活 連咬前臂這個高難度的動作 都能夠輕易上手 以前過年過節 節慶婚宴 客家武師就會上陣 老人家也會教小朋友武師 而現在遊客可以來參觀 還能夠體驗感受客家詩 帶來的好運 當年會有客家舞師 是因為民眾為了保衛家園 而休息武術鍛鍊體貨 隨著時代的進步 客家詩變成吉祥訪運的代表 要讓客家婦女也能夠走出戶外 有參與感 中埔也有客家舞蹈班 讓社區媽媽學唱客家歌謠 練習跳客家舞 每個動作不馬虎 中埔六個村的村民團結一心 只要有活動 客家詩客家舞蹈就會出動 讓客家傳統也能夠再加以發光 裸鼓宣貼 營師鼓 開芳口 取四季平安 頂八卦 求屈子必修 單手舞師 微正客裝 代代傳承文化體育 留存感動時刻